据英国每日邮报8月1日报道 7月30日 美国肯塔基州鱼类和野生动物部门的工作人员在巴克里湖给湖水通电 以此控制鲤鱼数量 据视频显示 电机船给湖水通电后 成百上千的鲤鱼跃出水面 船上的工作人员立即将被电运的鱼产进船里 据悉亚洲鲤鱼泄入侵物种 于20世纪70年代引入美国 其繁殖速度迅速 一只成年词 鱼每年产一百万只卵 该电机捕鱼项目一方面 旨在说明肯塔基州鲤鱼泛滥的严重性 另一方面涉提倡商业鱼民捕捉鲤鱼 进一步减少其数量 据报道 电机鲤鱼并不会导致其死亡 仅是为了报证鲤鱼被电运将其捕捞上来 肯塔基州鱼业局部门负责人表示 巴克里湖和肯塔基湖是锤吊和划船的重要湖泊 鱼业局将在秋季把油气泡 声音和光线组成的生物生血鱼类屏障放置在水中 以阻止鲤鱼进入巴克里湖 名字幕志愿者知道